我覺得民進黨執政以來 我在他剛執政半年的時候 有人要我批評民進黨的時候 我說不要 要給他們時間 但是我說從這短短的半年 我可以看出兩個徵兆 這個是有文章可以作證的 是在一年半以前寫的 我說就是一個權力的傲慢 跟雙重標準 走到今天來看 他完全的所作所為 完全符合這兩個特質 就是權力傲慢 我想怎麼樣就怎麼樣 雙重標準就是 你不行 我可以 什麼事情你反對的 今天再轉個彎就回來 這種法家彎現在已經大家不提了 但是真的不是美局